法无定法,人生无常 每个人都会经历人生的高峰与低谷 有时候我们无法掌控外境 但我们要明白 静随心转,心可转万静 把心地的功夫修好了 运势自然会随之好转 一切福祸皆由人自己感召而来 运气不好,不要抱怨外在 多是自身业障现前 法心忏悔改过即可 人生修的就是这颗心 顺境时切记看淡 因为福祸相依 凡事过头,福转未祸 逆境时切记忍耐 因为苦尽甘来 凡事能忍,福从终来 佛说一切法,未度一切心 心念好了,气场和风水自然会转好 法在心内,莫向外求 转心转念,命运也就转了 大道不从心外得 一片闲云人间来 运气不好的时候 在心里默念这三句话 时来运转 一,运气不好是业障 硬忏悔消业 每个人都有自身的恶业 否则如果福报很大 应该投生天道 而不是在人道了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事贪嗔痴 由于过去是当中 我们有意无意造过恶业 而今业障现前 感得苦果 所以,当遭遇逆境的时候 不要怨天尤人 因为一切灾祸 为人自照 是自己种下的因果 虽说世上没有后悔药 但佛门里 有一种消灾转运的无上法门 那便是忏悔 虽不会抵消你 曾经种下的恶业 但却可以帮你积德转业 罪从心起将心颤 心若灭食罪亦亡 人有了真诚忏悔心 心清静了 业力才会清静 才会令诸灾消 福田增 二,低谷时要忍耐 吃苦了苦 苦尽甘自来 人生起起伏伏 变换不定 若心随之流转 自是苦不堪言 我们学佛修行 不会保证 所欲皆所愿 唯有修持一颗平常心 以不变应万变 才能不被外境所困 人在低谷的时候 不要消极 越是情绪不好 越是容易感召来 不顺心的事 一切唯心造 疾心是佛 心疾风水 保持内心的淡定与豁达 再多的坎坷 也会过去 心顺 则无所谓障碍 佛家常讲 吃苦了苦 享福消福 如果人一直处在顺境当中 未必是好事 因为顺境是在消耗福报 而深处逆境 看似在吃苦 其实是在消往昔恶业 也是在为未来积攒福报资粮 享福是享受曾经修来的福报 一旦福报用尽 苦果就会现钱 所以 我们不要害怕苦难 一切都是最好的助缘 三 苦是逆增上缘 是来成就自己的 佛门常讲 无魔不成佛 没有那些磨难 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我们不要苦大仇深 把生活的磨难当作一种刁难 其实 一切看似的痛苦 都是在打磨我们 是化身了的佛菩萨 来度我们的 若我们以积极的心态 去接纳一切因缘 那任何事情的发生 都是有利于我们 都是最好的安排 人在顺境中 永远无法成佛 且不说 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就连伟大的佛陀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也遭遇到小人的伤害 那些圆满成就的诸佛菩萨 哪一个不曾经历诸多磨难 在逆境的时候 更要修自己的心胸 把心量打开 能容纳一切不如意的人和事 心量打开了 量大则福大 你就不会声称恨心 心顺了 事情就会朝着 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要超越逆境 让自己的内心 变得更强大 面对任何静缘 都能做到平静淡然 如如不动 如此便是成就者 转运转运 不是从外再转 而是腰转心 转念 心转 风水急转 这是最厉害的改命转运方法 圣人求心不求佛 愚者求佛不求心 把心修好了 不用外求 自然时来运转 我们都想做一个有福气的人 尽想荣华富贵 同时又能平安吉祥 健康长寿 家庭幸福 那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有福的人呢 就以上几点来说 恐怕这个世界上 真正都同时拥有的人并不多 老天爷总是公平的 给你这件东西的时候 总会夺走你的另一件东西 给你关上这扇门的时候 总会给你打开另外一扇窗 这才是真实的人生 一 一个国王很有福报 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财富和一切 可是仍然是血肉之躯 免不了疾病的困扰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 身旁的侍从 为他端来了一碗汤药 国王接过后 勉强喝了一口 却破口大骂道 这是什么药 怎么这么苦 这么难吃 接着就把这位侍从和御医 痛骂了一顿 没想到就在这时 戏急攻心 国王一命呜呼了 并且因为一念称心 承受因果报应 死后堕入蛇身 悔之晚矣 二 古时候有一个读书人 很有才华 记忆力好 年纪轻轻 就考上了秀才 被人称为神童 远远地甩下同龄人 一大截 在众多的荣誉和夸赞之下 这位秀才变得十分傲慢 经常看不起别人 嘲讽别人 就算是很年长的老人 他也不尊重 总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跟他们据理力争 不仅如此 他还对自己的父母 毫无恭敬之心 经常顶撞父母 本来他应该继续努力 准备相识 结果他却自以为才高八斗 以自己目前的学识 完全可以顺利通过 便放松了学习 依然我行我素 整天到处游荡 最后连相识都没有考过 并且屡考屡败 最终一辈子 就这样碌碌无谓地过去了 而很多当时病 没有这么聪明的同龄人 最后都凭借自己的努力 而有所建树 相比之下 实在让人惋惜 最后据一位相识透露 他本来命中 是可以做大官的 但因为终日傲慢无礼 不恭敬长辈 还经常嘲笑讥讽别人 造下了很多恶业 消掉了自己的大福报 最终只能停庸一生了 三 另有一个古代读书人 为了光宗耀祖 平时十分发愤 努力用功 在赴京赶考的路上 经过一座破屋 准备在此休息一晚 明日在启程赶路 没想到 当晚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少傅 说是自己被丈夫冤枉了 吵架过后 走出家门 没想到天色已晚 已经分辨不清回家的路 只能在这里休息一晚了 读书人听后非常同情 可是又转念一想 这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 未免有点不妥 传出去有损双方的名声 妇人连忙说道 这里荒郊野外 一定没有其他人知晓 可是这位读书人 却坚持守住底线 拿上行李 就向前方走去 把屋子留给了那位妇人 之后 到了京城考试 果然一举高中 后来有缘 遇到一位算卦灵艳的人告诉她 她本来没有功名 就因为那天晚上自己的正义之举 没有趁人之威 做出越轨行为 积下了很多因德 所以才有今天的成绩 听完 读书人如梦方行 感到十分庆幸 并发愿自己要一辈子都保持一身正气 绝不做任何亏得的事情 最终也如她所愿 成了一个寿民爱戴 清正怜悯的好官 看完了这三个故事 什么样的人才是有福气的人 你的心中有答案了吗 就算你再有福气 因为你的称怒 傲慢 口舌 懒惰 不孝等恶行 福报也将渐渐地消失殆尽 注定一生毫无座位 更有甚者 可能还会中途遭遇不测 莫名其妙地染上各种疾病 或者遭遇什么意外事故 皆因福报亏损所致 相反 如果你时刻谨言慎行 遵守仁义道德 严守做人做事的底线 并且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 啃下苦功夫 勤奋努力地坚持奋斗 那魔终将有所作为 你的命运 也许由于一件完全不起眼的小事 就完全地改变了 天道酬勤善有善报 大家如果能牢记这八个字 就不会再纠结于自己目前的处境 执着于有没有福气了 当你做到了这八个字 就把一切都交给时间去论证吧 时间会给你一个最满意的答复